当居民的核酸检测阳性 或快速抗原检测发现阳性反应时 可以通过新冠病毒感染者 自我评估及社区门诊预约平台进行自我评估 系统会根据填写的资料 提示不同的对应方式 以下为大家介绍如何使用这个预约平台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的感染者 在进入平台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开始评估 填写好基础个人资料 以及最后一次检测到阳性的方式和日期 经核对资料正确 并同意个人资料声明及注意事项后 即可进行短信验证提交资料 进入评估页面 系统会提示居民如果出现呼吸困难 或者其他的危急情况 那就无需使用平台进行评估 请即自电999求助 若果没有危险的情况 则按确定开始评估 初步的评估会了解感染者目前的症状和慢性病史 提交评估之后 系统会分析建议感染者进行居家隔离治疗 预约到社区门诊就诊 或前往社区治疗中心 经获评估到社区门诊的人士 预约门诊可以选择中医或西医 点选现时出现有哪些症状 可以选择门诊的地点 预约日期和时间 提交之后预约成功 会显示预约憑调 感染者也会收到短信的通知 只要按时到指定的地点就诊就可以了 在短信里面也提供了连结查询的预约情况 获评估到社区治疗中心 作进一步分流的人士 无需预约可以直接前往就诊 有需要的居民可以通过以下连结 或者数一数二维码进入自我评估预约平台 如有疑问可留览抗疫专业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转据 或致电感染者支援热线 二百七零零六零零查询